现在回想起来 黄群有没有给儿子留下些什么 特别值得珍藏的东西 他觉得他工作了一辈子 有很多话要跟儿子说 所以的话他就写了一封信 我就把那个信带来了 我给大家读其中的几段 海志你好 爸爸很想你 跟爸爸妈妈视频 述说就是一个有效的渠道 我们永远是你的倾诉对象 发泄对象 我们真的很爱你